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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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晚安 謝謝圖書姐 尊情告白 沒有因為我 我不想要 不想要晚開 哈囉 大家好久不見 為什麼有好久不見的感覺 明明星期三才見過 哈囉 謝謝阿華的看好牛 謝謝洛克的巧克力 打個針可能過很快 因為打完針之後 我昨天跟今天 下午都一直在睡覺 所以就覺得好像時間過得特別久 好 Mina看起來很好捏 你說臉頰的部分嗎 有 因為這幾天睡眠很充足 所以 應該是彈性滿充足的 你們看 延展性很好耶 可能可以這樣 哈囉 懸崖晚安 睡飽飽臉頰也 對啊 特別的有彈性 這是什麼材質 老鼠 老鼠材質 說真的 打疫苗比我想像中快耶 我本來以為就是現場等待什麼的 會很久 結果沒想到 是我一去填完資料什麼 然後大概三分鐘吧 我剛做定位 然後那個護士就過來打針了 超級無敵快 哈囉 中年大叔晚安 我不知道是不是 因為我們 對我們家這個是屬於鄉下的地方 所以比較 比較沒有人 就是我過去的時候 我填完資料交給他 我三分鐘之後就可以打了 就是我以為會排隊排很久 但是並沒有 沒有一直喊耶 就是 就是我去簽 簽資料嘛 然後 填完之後我就 我就坐在那邊等 然後我把 然後他那時候只還給我身份證而已 然後健保卡那些還沒有給我 還有其他資料 就是疫苗卡等等的 然後後來就看到那護士就拿著這個 資料給我 然後跟我確認我的名字跟生日都對嘛 然後 然後他就叫我把衣服拉起來 然後 就是他要塗酒精 我以為他只是跟我確認資料 然後先 就是先塗個酒精而已 等一下會有其他另外的人來打針 然後沒有耶 他塗完酒精 就打進來 就是我完全 沒有心理準備耶 就是其實我 我蠻害怕打針的 每次他打針的時候 我一看到那個尖尖的頭 我就不敢看耶 所以我打針的時候其實 我小時候很勇敢 小時候我是 打針的時候 就看著護士把那個針打進去 然後就這樣 打完就 嗯 就沒事了 這小時候完全不怕 沒有在哭的 然後長大之後是看到那個針 就覺得 喔好可怕喔 那個東西要吃進我身體嗎 然後就不敢看 然後打針的時候每次都是這樣子 對 可是因為他太快了 就是我才剛做定位 我以為他只是跟我確認資料而已 然後先塗個酒精 等他量還是什麼 然後沒有耶 他塗完就 就插進來了耶 然後我就 欸打完了嗎 打完了嗎 打完了嗎 對就是太快 我反而就是連那個緊張的感覺 都還來不及 然後就打完了 為什麼要叫你手插搖啊 哈囉 夜風明月晚安 荷包蛋 對啊 今天這個荷包蛋 很可愛吧 新來的 哼影晚安 不給我反應你隨便 不過我覺得這樣比較好 因為我 你跟我講太久 就是心理建設太多 我反而會害怕 但是 但是 我是屬於那種要用騙的 就小時候拔牙齒 自己不敢 牙齒很黃 自己不敢拔 就是需要拔拔麻麻 有沒有 臉紅帶片 其實 小時候換牙齒 已經被爸媽騙過很多次 都知道 每次他們說 我幫你看一下的時候 都是直接拔掉了 可是 即使有這個心理準備 但是還是會 媽媽說看一下的時候 還是乖乖給他看 因為自己 沒有那個勇氣拔下來 就是寧可給人家騙去 說看一下 然後就直接拔掉 我需要用騙的 現在有昆昆的巧克力 我已經沒有發燒了 而且一般不是說打完針 就是要在現場觀察 等半個小時 如果都沒有問題的話 才可以離開嗎 就是我們那邊超快的 就是 我 去那邊大概三分鐘 然後 等三分鐘 然後他就打 打完之後 他說在原地休息15分鐘 就可以離開 我想說 我怎麼記得要半小時 他說15分鐘就可以離開 這麼快 哈囉 倫力郎晚安 謝謝小雨的 愛戀巧克力 然後我 因為我上網看 就說打完疫苗之後 就是 要多 就是可以喝運動飲料啊 然後還要補充 維他命這樣子 維他命C 然後 可以多吃 鮭魚 或是油菜 綠花也等等的 就是 就是會 讓副作用不那麼強還是怎麼樣 所以我就 打完疫苗之後 我就騎腳踏車 去菜市場 買菜 最近菜 比較 嗯 也還是有一點貴 但沒有像之前那麼貴了 對 就是 還可以 還可以接受 對 然後我就買了油菜 然後 然後也買了鮭魚 然後我回去 我回家之後 因為那時候副作用還沒有發作嘛 所以我就煮了 味稱 味稱 鮭魚 鮭魚味稱湯 然後裡面有放洋蔥 海帶呀 跟豆腐 所以 因為我昨天啊 昨天打完之後 我的副作用是八個小時後 因為我是早上十點去打的 八個小時後 大概晚上六點的時候 我就 開始發燒了 然後 有一點 有一點吃不下 所以我就 喝那個湯 算是很營養的湯 對 然後喝好之後 我就去睡覺休息 然後就 就覺得 就是還沒有想像中 那麼大的副作用 我的味稱發音好標準 本來就是未成啊 當然我後來 我昨天 我昨天沒有去練舞 因為 晚上六點的時候 我開始發燒 我有點擔心 擔心自己 就是 會不會 因為我那時候六點 是 打完整八小時後 開始 所以我不知道之後 會不會後會不會 越來越演 這樣好了 對啊 因為我不知道自己的副作用 會多嚴重 我想說還是保險一點 在家休息比較好 而且因為發燒的關係 就覺得好像 怎麼說 就是身體比較沒有力氣 這樣子的感覺 所以我就乖乖在家躺好了 謝謝柏雲的巧克力 今天生龍火薯了嗎 我覺得我的副作 大概就是24個小時吧 就是 差點嚇到我 就是 我是打完整八個小時後 開始發燒 晚上六點 然後今天下午也是一直發燒 然後就 但是就除了發燒之外 沒有其他不舒服 所以我就 下午也是繼續睡覺這樣子 然後大概到晚上六點的時候 就覺得 就是剛好整整24小時 微燒這樣 然後就 就好了 大家的副作用都不太好 其實我一開始就覺得 我應該會是屬於 不太有副作用的那一類型 謝謝熊熊的香檳 好 謝謝夏雪人的帶你去流浪 謝謝 因為聽說啊 副作用比較強的 通常是 就是 身體抵抗力很強的年輕人 就是 就是 會 反應比較大 那因為我的話就是屬於很容易 神病免疫系統比較弱的 所以我 我自己原本 預估我自己是 不太會有什麼副作用的 而且加上其實我真的 蠻能忍痛的 我真的蠻能忍痛的 就是 其實 該有的一些副作用我都有 就是 比如說 發燒是一定會有的嘛 然後 頭痛 頭痛也是有一點 但是我覺得就是 就是 沒有到很 就是我覺得可以忍受 我有頭痛 但是可以忍受 然後還有什麼 肌肉痠痛的話 我好像還好 我還好 就是打針的這個地方 有一點 有一點 要怎麼講 打針的這個地方 有一點的痠痛感 但其他 其他地方沒有 有 我是因為我之前看其他人 比較早就去打的人 是說 如果平常有在健身的話 就是肌肉的部分都會很痛 所以我其實在打疫苗前的一個禮拜 我的 我就比較少在運動 因為我不想要到時候肌肉痠痛這樣 我不知道跟這個有沒有關係啦 所以總之我是沒有肌肉痠痛的這個問題 就是打針的地方會有一點痠痛 但是 怎麼講 就是 就是還 也是還可以接受的範圍 就是 如果肌肉稍微用力一點的話 或是這樣會有一點痠痛的感覺 舉起來的話 但 就是我覺得還可以接受 還有什麼症狀 好像大概就這樣 然後好像有些人說會胃寒 但是我也是沒有這個狀況 我就是很單純的發酵而已 對 其他副作用好像就還好 而且因為昨天奶奶不在家 所以 我還是自己 就是自己去煮了晚餐 然後 然後去菜市場買菜 然後還有什麼 我發燒的時候我還去曬衣服 就是 跟平常一樣 對應該算是 我的副作用不算很強吧 然後我又還蠻能忍痛的 所以 所以那個退燒止痛的藥都沒有吃 比較不舒服的話 應該是 應該是晚上吧 其實我昨天晚上 我大概 一個晚上我大概有起來 四到五次 大概每 對 每一兩個小時 我就會醒過來一次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是發燒的關係吧 就醒來之後 覺得口乾舌燥的 然後就會去喝一點水 然後再跑廁所 就是大概是這個循環 然後去廁所的時候 順便換一下我的毛巾 然後繼續浮在頭上 這樣子 就是因為沒有人可以照顧我 所以我只能自己來 對 就是會睡一睡醒來 然後就想說 去換個 就是去洗個毛巾 再浮在頭上 然後 再喝一點水這樣子 對 但其實 水我只有喝一點點 就是起來的時候 大概喝一小口而已 可是 隔一個小時醒來之後 又會想要去上廁所 奶奶不在家 奶奶 但是也是睡得蠻熟的 我今天也是睡到 我今天睡到 好像也是睡到快中午 就是 因為我沒有設鬧鐘 我沒有設鬧鐘 因為我 我想要 讓自己睡飽一點 看我會睡到幾點 對 然後後來好像就是睡到快中午吧 大家想要幫忙照顧場所 不過我 我很獨立 我可以自己照顧好自己 因為我原本 我是擔心 很多人都說是第二天是 副作用會最明顯的時候 所以其實我有點擔心 所以我昨天打完疫苗 我就想說不行 我一定要趁我副作用 還沒有來之前先去菜市場買菜 然後買超多 我買超多青菜啊 然後還有 還有滷味的東西 因為想說到時候可以 就是滷東西的方面 可以一大鍋吃好幾天這樣子 然後還有買水果 因為補充維他命也是很重要的 對 本來是想說買蘋果最好 但是蘋果太貴了 最後買了芭樂跟香蕉 因為我就擔心自己今天會沒有力氣 會不想 不想出去 所以 就昨天就先買好了 剛好有颱風天前屯 不過夜菜類也是不好屯 我買了豆芽菜 然後跟三把綠色蔬菜這樣子 我真的真的好喜歡你 好喜歡你喔 我算是 蠻獨立的吧 就是 發燒也可以照顧好自己 我記得我 我 之前 因為其實 疫情爆發以來 就蠻少生病的 大家應該都是吧 因為戴著口罩什麼的 所以就是 算是蠻少在生病的 然後 然後 我記得上一次生病的時候 我也是 就自己去煮稀飯吃 但是好像沒有地方放煮的吧 所以還沒有飯 因為太滿 料太豐富了 本鍋已經滿 菜很貴嗎 還好 我買的是三把五十塊 我覺得還行 因為之前很貴的時候 我買兩把菜就六十耶 超貴的 所以我買過之後 我就都開始吃豆芽菜了 那這次三把五十 我覺得還 還OK 哪裡來的家庭主婦 你不是偶像嗎 偶像也可以走家庭主婦的 嫌妻路線啊 嫌妻路線 沒有買吐司嗎 吐司家裡還有 家裡還有 家裡還有 還有大概 四五片吧 對 然後最近還有買 還有買包子 買包子 跟蛋餅 蛋餅皮 所以早餐的種類其實還蠻多的 放在頭上熱一下就可以吃了 我現在已經退銷了好不好 我現在 超級健康的 超級健康 我有買運動飲料 然後大概是混 混水一半一半的 這樣子喝 就是飲料跟水的比例 一比一這樣子 家庭偶像的部分 我在跟大家分享 省錢的妙招好不好 就是 真的是 什麼便宜就吃什麼 什麼特價就買什麼 謝謝紅包 然後鄰居也算是蠻照顧我的 因為 那時候鄰居有問我說 什麼時候要去打疫苗 然後我就跟他說 我禮拜四要去打 然後鄰居就說 他的兒子也是禮拜四要去打 這樣子 只是我們是去不同的地方 對 然後我那時候 打完 打完之後 大概中午 然後鄰居就說 就說他要拿一點東西過來 然後我就下去 然後 結果鄰居他拿著 他拿著三罐雞精 三罐雞精 然後還有那個 那個 果菜汁 就是那種六路一組鋁箔包的 拿了兩 兩組 總共十二路耶 然後 兩組 對這一打 對一打耶 他拿著一打果菜汁 然後三瓶雞精 然後還有一包冷凍水餃 他說 他說如果 如果 在家的話 就是懶得煮的話 那個水餃 就是很方便 然後就買了一大包的水餃給我 然後還有 還有拿著 一盒 一盒炒飯 他說 午餐還沒吃的話 可以吃這個 對 對 對啊 然後我就覺得 真的超窩心的 很感動耶 謝謝小P的香手之心 我想說也太多了吧 也太多了吧 其實一組就很夠 鄰居拿著兩組過來 怎麼感覺快一個禮拜的 不只一個禮拜喔 那個水餃一大包 那一大包是一公斤的耶 可以吃好久了 可以吃超久的 對 就覺得鄰居真的 真的很暖 謝謝紅的巧克力 謝謝好多紅包 一公斤沒幾顆 一公斤怎麼會沒幾顆 一公斤很多顆耶 謝謝太空的紅玫瑰 咪娜重新體會人類的溫暖 鄰居真的很暖 鄰居真的很暖 而且我那時候出門的時候 另外一個鄰居看到我 然後 然後我就跟他說 我現在要去打疫苗 然後鄰居也是說 就是要 要多喝水啊 然後什麼 就是講這些我就覺得很 很溫暖 一公斤二十幾顆而已嗎 那應該不只一公斤耶 我不知道多少 反正是大包的 那一大包的 那一大包的 還是其實 因為一般賣家庭包的 應該是 應該是有 1800克的 我是沒有注意到 反正是一大包的 哈囉 希恩晚安 謝謝希恩文手禮 美娜的社區還有人 其實我們不算 我們家不是社區 我們就只是 那種 老舊的公寓而已 只是 因為我們這裡 就是 怎麼講 就是 算偏鄉嗎 可能會有鄉下拿出來的 才或是鄰居 其實都蠻互相照顧的這樣子 水餃不是都賣幾顆幾顆嗎 不一定啊 像 一般大賣場賣的那種 冷凍水餃 或是冷凍熟水餃 都是一包一包的啊 就看 大包的會 有的可能是1800克吧 然後小包的一公斤這樣子 第一次跳一公斤的 不管你們的都是多少 一般都是標公克數 不會標幾顆啦 一公斤的眼淚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他流淚 福利熊賣的 一般人會去數 水餃裡面有幾顆嗎 我是沒數過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有幾顆 我只知道幾公克 我只知道幾公克 謝謝博雲的 Kiki喵 音樂 然後 官員只有一個 輕刀整個 快terior 蟹神獸還有Kiwi 好吧 可能我買的都沒有寫顆數 沒有 真的很多沒有寫顆數的耶 沒有聽到算這樣了 是嗎 因為我通常 水餃的話我很少在市場買 我都是買大賣場的 都只有算功課 不會寫幾顆啊 手工的水餃比較貴啦 所以我比較少買 這麼多是機器 我覺得寫顆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意義啊 因為每一家的顆的大小又不一樣 我覺得看重量比較準 等一下 為什麼同時有兩個人問Mina會包水餃嗎 你們是 是坐在隔壁還是怎樣 為什麼我問了一樣的問題 水餃我們家有沒有包過水餃 有啊 水餃沒事 很久沒有包了吧 因為很麻煩啊 因為你去外面買一大包 可能一百多塊錢 可以吃超久 可是你自己包就是很花時間 所以 就 怕麻煩就直接去買水餃 不會特別去包 很久沒包了 我好好的朝夕 你們從來 餛飩 餛飩更簡單吧 水餃還比較麻煩 水餃很難包的好看啊 因為他用那個摺子 感覺Mina會自己做三明治的那種 三明治喔 是會啦 可是除非我 我如果要做三明治的話就是吃早午餐 因為 會太飽 我早餐 通常就是 只吃吐司 然後 不會加其他的配料 有時候 有點膩的話會磨果醬 但是通常的話 我覺得直接吃 吐司是很 很香的 對 因為如果 有加其他東西的話 我就會太包 對啊 包水餃很麻煩 去外面買才多少錢 烤吐司單吃不會很乾 不會耶 因為我 我口水分泌比較多 每次講這句話 我都覺得很 喊之開心 我真的口水蠻多的 就是我不容易覺得乾 我吃麵包可以 就是吃 我吃早餐的時候 我基本上都不會配飲料 我會 會喝飲料 但是是全部 全部東西 吃完之後才 一口氣喝掉這樣子 我不會邊吃邊喝這樣子 真的啊 就我覺得我口水比較多啊 就不會乾啊 有畫面 有畫面 你說什麼 Mina吃早餐 對吃早餐 你看著那個食物 你不是就會很有食慾 你很有食慾的時候 你就會分泌口水 吃喔 然後就會一直分泌口水啊 不是這樣嗎 你嘴巴裡面有瀑布 不會嗎 就是因為食物很美味啊 剛剛那個特效好適合喔 謝謝企鵝的眼中只有 這個特效怎麼很適合流口水的Mina 超適合我 有沒有撿到圖門 我剛剛有故意那個 流口水的表情 好適合我 笑死 土是整個吃完 對阿說我都是整個吃完才喝飲料 我不會 我不會邊吃邊喝 有講話講到口水流出來過嗎 沒有 沒有 可是發呆的時候可能會 發呆 發呆的時候可能會喔 就像 就像你看著 梅子的照片 你就會忍不住 天奶奶摔了什麼東西 你看著梅子的時候 你就會一直分泌唾液嘛 那看著好吃的東西一樣啊 麵包之類的很好吃 就會一直分泌唾液 所以就不會很乾 睡覺的時候說不定 沒有我跟你們講 睡覺的時候不流口水了 我睡覺的時候不會流口水 小時候會 小時候起床的時候 我的那個 臉這裡一大片 都是白白的乾掉的口水 但是這是小時候 我不知道從幾歲開始 就不會流口水了 還有那個以前 以前 國小國中的時候 就是五歲時間 都是要趴睡 然後趴睡的時候 就很容易流口水 因為趴著嘛 因為趴著就是 難免會流口水 可能有人不會吧 但是我就是會流的那種 很丟臉 然後還怕同學看到 會起來的時候趕快 就是打鐘 打鐘前一分鐘 要自己先起來 把衛生紙準備好 然後先擦一擦 就真的趴睡就很容易流口水啊 我真的 我也不願意 有看過同學從桌上 流到地上 好噁喔 也太多了 也太多了 也都流到桌子浮起來 太誇張了 這樣你旁邊的同學不也跟著浮起來 因為你一個人的口水 結果整班都睡起來 怎麼在一片汪洋裡面 是睡多了 其實午休也就半個小時而已 可是就很 就因為趴睡 我覺得真的是很容易流口水 但是因為在家通常都是躺著睡 或是側睡 就不太會 不太會有這個問題 醒來就有飄到操場 太誇張 太誇張了 睡個午覺人都脫水了 是有多少口水啊 對啊反正就是 趴睡的話很容易流口水 我是這樣子啊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這種感覺 反正就長大之後 也沒有再趴睡 然後就不太會流口水了 口水滴到課本換一夜繼續睡 換一夜那個口水早就滲透你的課本了 好不好 早就滲透你的整本課本了 你換一夜有差嗎 有些人五歲會墊毛巾 其實我後來為了房子就是 就是口水滴在我的桌子上 這尷尬 所以我後來其實五歲我都有 自己準備一個五歲枕 那種小抱枕這樣子 然後午休的時候就 而且有那個枕頭就比較好睡 因為五歲這樣趴著睡 就醒來的時候可能會有頭髮壓 或是手啊壓著的痕跡 臉上就會有一些東西 所以我買了那個小抱枕之後 就沒有這個問題 而且超好睡的 就不會壓到骨頭硬硬的 沒有就是超好睡的 然後而且流口水只是流到小抱枕上 大家不會知道我會流口水 對對對 可是缺點就是那個 口水流太多的時候 那個抱枕會有味道 會很噁心 所以就是要定期去洗 要定期去洗 抱枕還在嗎 欸好像不在了 好像不在了 而且我甚至到現在都想不起來 我以前五歲的時候用的抱枕 是什麼圖案的 我記得我有用 可是我現在完全想不起來 它是動物嗎 還是其實是一個樹的抱枕 甚至連它是什麼形狀 我都不記得 長方形 你知道嗎 我知道 長方形的 對啊 是你做的嗎 媽媽做的 媽媽做的 然後我帶去當五歲枕 所以是樹的 有花啦 媽媽用花布做 有花 我都忘記了 我真的不記得耶 所以我以前 我以前睡的那個枕頭 是媽媽做的 因為媽媽跟姐姐都是學縫嫩的 所以其實家裡以前很多 抱枕啊枕頭套啊什麼 都是媽媽自己做自己縫的 本來就是姐姐縫的 對 但我真的沒有印象耶 所以原來是媽媽縫的 謝謝生夢的巧克力 枕頭還好 我那個枕頭就小小的而已 我覺得最厲害是小時候 小時候的抱枕 是跟我人1比1 100公分的那種大抱枕 然後小時候都 都會 而且家裡有好幾個 我跟姐姐會 一人抱一個這樣子睡覺 對啊那個超大的 可是後來好像是 後來忘記什麼原因 長大不需要抱枕 後來就丟掉了 或是有點舊了吧 對啊 等身的啊 很好抱耶 小時候就很喜歡抱枕那個抱枕 而且我覺得抱抱枕是會 是會習慣的 就是你會習慣睡覺的時候 睡覺的時候抱著東西 但後來那個抱枕被丟掉之後就是 睡覺的時候會有點空虛就是 嗯好想抱著什麼東西 然後後來就想說也要慢慢習慣 所以後來好像 哪有啊 好睡覺的時候的時候抱過你 奶奶超熱我才不要抱奶奶 奶奶的體溫比一般人高 後來好像也是花了 有沒有一年 一年左右的時間吧 現在睡覺的話不太 不太會抱抱枕了 哈哈哈哈 抱完喔 沒有我現在都沒有抱耶 我都抱自己的腳 睡覺我整個人全去在一起了 抱著我自己的腳 Mina一秒打完三條小愛褲 你看我現在像是不行的樣子嗎 現在Mina抱葵瓜子抱著 沒有耶 這葵瓜子抱著只是 就是 覺得很可愛 睡覺的時候沒有抱 健健美 因為奶奶在家的話 我就不會 床放不下 我們家只有一張床 奶奶在的話不會 不會抱健健美睡覺 而且最近也沒有什麼樂團的 樂團的表演 像之前的話通常是在 就是 練琴遇到瓶頸的時候 或者是 或者是表演前 一定會跟琴睡覺培養感情 但 最近比較沒有什麼 樂團方面的活動 所以就不會跟Bass睡覺 對 你們不要 你們是不是誤會 你們是不是誤會 Mina每天都跟Bass睡覺 其實沒有 就是 就是要在 要在有活動 或是 就是有練琴遇到瓶頸的時候 才需要 就是跟琴睡覺是為了培養感情 就是 你們懂嗎 就是 跟琴睡覺的用意 是 是為了培養感情 不是 不是 不是因為安全感 所以才 比如說你要抱抱著 是要有一個安全感 所以抱他 但是其實跟琴一起睡覺 並不是這樣子的 只是當遇到瓶頸的時候 會需要 會需要跟琴一起睡覺培養感情 心靈溝通 對啊 不會每天跟Bass睡覺喔 不會怕漸漸沒被壓壞嗎 被壓壞的是我吧 差那麼重 差那麼重 大昌跟小昌 大昌跟小昌 小昌那麼小怎麼抱 睡覺就是 要的話我寧可抱這個葵瓜子 還比較舒服 可以抱大豬睡覺 可以抱大豬睡覺 大豬算了吧 他上次差點逃家 跑來找我睡覺了 搞不好他會偷咬我 抽場所 大豬很壞啊 這個小壞蛋 大豬會被壓死吧 奇怪 為什麼我跟大豬睡覺 你們擔心大豬被壓死變贖餅 我跟漸漸沒睡覺 你們也怕漸漸沒被壓 後來變漸漸歪 你們都不擔心我是不是 你們有在意過我的感受嗎 你們怎麼不會覺得 我跟大豬睡覺的時候 大豬半夜偷咬我 然後亂串在我的身體 還踩我 踩在我的身體 因為是 哇這什麼遊樂園 那好好玩 高高低低高高低低 好好玩這樣 你們怎麼不怕 怎麼不怕我被怎樣 然後我跟漸漸沒說 漸漸沒那麼頂口口耶 他那麼硬一百耶 怎麼壓有的會是我出事吧 你們這些 不會不不曬的人 我們這些 你們的 呵 假裝關心我 結果 原來都是騙我的 Mina會不會被大豬押數 搞不好喔 搞不好喔 因為重要的 做你的喵 大豬比較小一隻 這不好說啊 你們怎麼知道 Mina多小隻 其實你們看著這個 葵瓜枕的抱枕這麼大對不對 但是其實 謝謝蹤影的啾啾你喔 但你們有注意這個比例詞的問題嗎 就是其實搞不好 Mina本人 Mina本人是長這樣子而已 就是你們知道嗎 你們現在在看的是一個 縮小的世界 你們現在其實在看的是一個縮小世界 換算到現實你們站在我旁邊 和Mina可能只有這樣 那這個被死 不是被死 這個 葵瓜子的比例就更小 就變這樣子 懂嗎 其實你們現在是在看一個縮小比例的 你們怎麼知道 Mina實際的比例尺是多少 我們面對面的時候 對我 有那個啊 被照了放大燈 看瑞婷的先動難得覺得我好高 可惡被發現了 被發現了 其實跑盤是買給自己 對其實我半夜都去跑那個跑盤 阿德晚安 我跟瑞婷只差兩三公分嗎 對阿 不只吧 瑞婷幾公分阿 官方數據瑞婷是幾公分 瑞婷154 那跟我差三公分 三公分有差那麼多嗎 那時候Mina頭髮算比較長的事情 對其實我自己蠻喜歡那個長度的 欸 不過大家放心 我的頭髮很快又會流長了 因為我這次是就是你知道 就是 遵照設計師的審美又被剪這個長度 對 不管我已經給三個設計師剪了 我不管講我要剪到哪裡 最後都是這個長度 所以我已經 我已經 我已經看開了 對 不過我頭髮長很快 所以別擔心 我很快會流回那個 我喜歡一個鎖骨的長度 謝謝PLUS的巧克力 謝謝米酒 Mina頭髮 比較長 看起來會比較高 看起來比較高跟頭髮長做有關係嗎 這次是公司帶去剪了 是沒錯阿 可是設計師看完之後覺得我剪這個長度 會不會看起來比較 比較有 比較活潑吧 對啊 反正我不敢找哪個設計師都是 都是一樣 難道我真的就適合這個長度嗎 但我自己覺得在長一點我比較喜歡 比較有女人味的感覺 就是現在剪這樣就是很Yuki阿 就是很小孩子耶 放棄溝通 反正我知道我自己頭髮長得很快 所以就沒什麼差 反正很快就長回來了 下次要不要給奶奶剪 給奶奶剪我還不如自己剪 謝謝安的事業槽 上次被亂剪 因為上次的真的 就不 怎麼講他打太多層次了 他打太多層次 其實我不是很適合 我不是很適合那種 太有層次的頭髮 因為就會很容易亂翹 不過這次他又完全沒有打層次 就是我的頭髮很厚重 我自己是 反而最喜歡第一次被剪短的 但第一次剪的是一個阿姨 就是那個阿姨 我跟他說要到這 可是他自己越剪越短 然後覺得我這樣很可愛 可是雖然 跟我想像中的 長度不一樣 但是我覺得是好看的 然後可是後來就越剪越短 越剪越短 美人的髮型 我覺得主要是那個捲髮吧 我覺得那個捲髮 就是會看起來比較 比較不一樣 不過那個美人的捲髮 我自己不是很會弄 有點困難 結果米娜練習有請假嗎 有阿有阿 我後來請假了 頭髮有想要留到肩膀以下的長度嗎 肩膀以下 嗯 嗯 其實 我之前 我之前就是肩膀以下 這次的生血針也是在肩膀以下 對我來說算是蠻強的 聽黃秘書說我抄襲她 誰先抄襲誰啊 明明我最早剪這個髮型好不好 好 美人的捲髮是髮型師姐姐用的嗎 拍MV的那天是 但是 live表演的那次是我自己弄的 所以沒有弄得很好看 因為我弄不太出來那個捲度 結果品行也加入鼠類的長度了 結果品行又莫名需要被拴去鼠類了 咦 不過頭髮長度跟深度 沒什麼關係吧 我反而覺得矮個剪短髮會看起來比較高一點 好 哈囉 夜兔晚安 滷好了 奶奶剛剛先去滷了 雖然我們今天都吃飽了 可是這個先滷著之後就可以慢慢吃了 其實不便宜耶 我買那些滷味買了115塊錢 不過 喔對 因為我 不是說最近要弄滷味嗎 我昨天去市場買了甜不辣 豆干還有蒟蒻 那豆腐超滷味很好吃 對對對還有豆腐 還有反豆腐 我們要來滷味 100多塊滷了一大鍋耶 然後可以吃超久耶 可以吃超久耶 就是 我現在以那個換算物價我都可以一個便當50塊左右去換算 你就會覺得 欸 我一個便當50塊是 我覺得CP值很高 然後我這樣滷味買100多塊 我可以吃好幾天耶 就是比這個 比這個便當還划算 什麼東西 我覺得很好吃耶 就啥 我可以喔 乳雞翅 喔 乳雞翅 你是不是拿到兩隻不一樣的塊 不好意思 這是我玩的 喔 很嫩耶 你還要捏一顆去給我 巧克力吃 巧克力吃 可以試吃 嗯 嗯 很嫩 很軟 很久沒有滷味了 嗯 有放滷包 我覺得之前的滷包比較好吃 嗯 蛋給不錯 我們用的 蘿蔔在下 因為其實蘿蔔比較晚 我想說應該也吃不到 就下 巴黎 有巴角嗎 有 有 當然有 有巴黎有巴黎 我們那個滷包就是在我們家附近的雜貨店買的 可是 這次買的跟上次的不一樣 上次買 而且很便宜 一包十塊錢而已 我們上次買一包十塊錢就這麼大包的乳包 超好吃的 可是今天奶奶去買的時候那個乳包是這樣子 然後包裝 然後包裝也長不一樣 對 那也是一包十塊 但還行啊 疫苗的影響食慾不正 欸但我覺得真的有耶 就是打完疫苗之後有一種 雖然我現在退燒了 但是還是有一點 有一點口乾舌燥的感覺 也是會一直想喝水一直想喝水這樣子 像我今天晚餐我也沒有吃飯 我就跟昨天一樣喝那個 鮭魚 鮭魚豆腐會沉湯 要吃的話就吃不太下了 胃口還沒有那麼好 打完之後超餓 欸 可能每個人不一樣吧 我打完之後就只是 覺得很疲憊很想睡覺而已 我怎麼想吃東西 而且我甚至 昨天連一碗魚湯都 都喝不下欸 就我裝了一大碗的魚湯 想說 就是 還是要吃點有營養的東西 就我大概喝了半碗之後有點 有點不舒服 有點喝不下去 可是我想說才一碗都喝不完也太 太弱了吧 所以後來還是 還是有喝完 但就覺得好像真的 食慾比較不好 打高端比較容易餓 洛克是打高端嗎 Mina有裝好水嗎 有 這次已經裝好了 好 洛克也是打A力 那怎麼會一直餓啊 可能每個副作用不一樣吧 他只是為了貪吃早餐 奶奶都這樣嗆粉絲 洛克你被奶奶嗆了 呵呵 但是 就想到媽媽那個 媽媽 中年發福 然後他就 他就一直怪說 是因為生我們兩個小孩才變胖 那就是那以前的照片 明明生我還是收 對啊 然後我就想說 明明就是為自己愛吃早借口 呵呵 QQA力怎麼能阻擋吃貨的食慾 但是就是怎麼講 我 我昨天是 對那個魚湯喝一半的時候 我就覺得 有點頭暈 就是我很想要趕快回到床上躺著這樣子 媽媽電話要拿起來了 不會了 媽媽已經很久沒有跟我聯絡 我已經很久沒有跟家人聯絡了 現在很僵 他們沒事不會打電話給我 不過他打來的話 天真要嚇哄你了 我現在的家人就是你們啊 謝謝CKU的相守之心 媽媽不會打來的 有去報備嗎打疫苗是 當然沒有啊 他們不會想知道的 他們都不想要我打AZ 也不會想知道我 我打 我跟他說我打完AZ的話 他們只會更生氣吧 因為他們不想要我去打 所以跟你們報備就好了 謝謝瑞龍的戳戳你 爺爺有打疫苗嗎 有啊爺爺更早打吧 爺爺打兩集 爺爺是公務員啊 爺爺是公務員啊 所以比較早就要打 不知道耶 當然就 我可能也比較厚臉皮一點吧 拉不下面 可能還需要一點時間吧 但至少我現在自己可以 把自己照顧的好 我覺得就好了 謝謝歡迎再次愛戀巧克力 對啊 Mina可是獅子座耶 獅子座是很愛面子的 臉皮比較薄 哦 臉皮比較薄 外面子是臉皮比較薄 那為什麼有些人會說他很厚臉皮 就是不要臉 哦 不要臉的意思是 別人不喜歡你還一直 一直過去 哦 那我是 臉皮薄耶 臉皮的厚跟薄都搞不清楚 我以中文不好耶 哦 所以我是臉皮薄 中文不好 哎呀 中文不好 嘿嘿嘿 怎麼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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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兩姐妹都是 就是 自己在生活的 蛤 不要包子 有人不要 不要就拉倒 好 我是湯包 你說 咬下去會流口水的湯包嗎 一般看著好吃的湯包咬下去 應該是吃的人流口水 就不是 這顆湯包是咬下去口水流出來 好噁心哦 誰要吃這個會流口水的湯包 好噁心哦 我是湯包 喊包 喊包要怎麼講 咬下去會流口水 太好吃了 好噁心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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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包 我是雷包啦 哈哈 我是雷包 一天到晚都在雷 一天到晚都在雷 我 忘你哪止咳 我這麼厲害都不需要醫生了 又淡機 又淡機 雷到自己 真的 我以前到晚都累之急 我想說怎麼有人突然講歐阿米索 結果才想到 喔對 這首歌是歐阿米索 謝謝巴巴的夢幻煙火 大豬是什麼包 大豬是粗包 大靈衣 還有大靈衣跟小靈衣喔 Mina有偶包 我哪有 我哪有 我這樣很像有偶包 我這樣很像有偶包 那沒有人沒有偶包咧 謝謝博承的木木 這首可以考慮cover一下 歐阿米索 你們是想要聽我唱台語歌是不是 謝謝博承的守護理 謝謝小朋友 趙趙 直接睡著 所以我要發 這種抒情歌的cover 我要晚上再發 你們聽完就可以睡覺 靈衣的粉絲是大靈衣的經紀人 你說大 所以意思是大靈衣的經紀人是靈衣的粉 這樣講比較對吧 真的假的 謝謝博承相守之心 我台語講不好 但唱歌還可以 就像 就像 中文也是啊 我講話可能 我講話是這個調調 可是我唱歌的時候 我覺得啦 我覺得我唱歌的時候 有比較 比較成熟 唱歌的方式 謝謝熊熊的香手之心 謝謝米酒愛戀巧克力 也太巧了吧 謝謝穆婷的巧克力 謝謝法絕的Kiki喵 奶奶今天太有精神了 謝謝法絕 都不冰了 本來就沒有冰好嗎 是喔 以後講話都歌句 這樣很累耶 奶奶今天很high 我跌倒的頭好了嗎 我覺得 壓 用力壓的話 會有一點點痛 但 但就 就是對我來說還是可以接受 還是其實是因為我很耐痛啊 其實就算發燒 就算有一點頭痛 但我覺得 就是還可以忍受 欸今天有紅包耶 謝謝鍾喵的一封信 M屬性的部分 這個叫做吃苦耐勞好不好 我是 我是可以 我是很吃苦耐勞的人 奶奶是不是忘記明天要放假 不是啊 明天哪有放假 奶奶說明天要補班 他說明天所有人都要補班耶 所以他明天也要去上班 我很吃苦耐勞啊 我不怕吃苦 苦茶 我苦茶有帶回家 我哪有忘記 你們不要 亂製造謠言好不好 我哪有忘記啊 對啊明天要上班呢 會放假是因為颱風的關係 明天會放颱風假嗎 明天晚上 颱風生日 那也是晚上之後的事啊 對阿 所以明天要補班的 還是乖乖乖去上班喔 明天有練舞 不過我應該 我現在應該可以練舞了啦 就是 我覺得我算是恢復蠻快的 四天連假 什麼時候有四天連假 什麼時候中秋節 什麼時候中秋節 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我都沒有再過 下禮拜六 原來是這樣 我真的 不好意思我還以為 現在是6月9號 中秋節那麼快嗎 中秋節禁止烤肉 為什麼 可以在家烤 是怕群聚吧 我們會放廉價嗎 應該會吧 因為很多成員 不是住在北部的感覺 中秋節是蠻重要的 華人來說中秋節是蠻重要的節 跟家人團圓 感覺應該 應該要放假吧 但也有可能沒放 沒放的話代表公司比較沒有良心 不知道 應該會放吧 不過現在疫情這樣我也不能出去玩 就是了 中秋節吃月餅喝茶賞月 你怎麼把我燈關了 你怎麼把我燈關了 我沒有關啊 我只是插電 那他怎麼沒有電 剛才講到哪裡 不是奶奶把我的電弄斷了 謝謝阿博的紅玫瑰 謝謝阿博的紅玫瑰 你切開幾朵喔 你一碰到他就會斷電 奶奶好煩喔 一直害我重開 那 imposito 我又忘記我講到哪裡了 一直被打斷 謝謝浩哥的巧克力 謝謝追蹤 我到底講到什麼 中秋節吃月餅喝茶跟享樂 我們家往年通常都沒有買月餅 因為月餅就蠻貴的 熱量又很高 有柚子就夠了 他有賣月餅 還是我們兩個分四分之一個 反正照營養師的說法 月餅不能吃過量 大約一天只能吃四分之一一個月餅 想說 太刁難了吧 我們兩個買一個月餅 然後一天吃四分之一 然後第二天還可以再吃另外四分之一 因為是連假 所以我們要上好四天的分量 所以我們可以買兩個 可以買兩個 連假一天吃四分之一 然後再享樂喝茶 真的啊 我之前看電視新聞 然後營養師就建議 中秋節月餅不可吃多 一天月吃四分之一個 然後只想說 誰 中秋節一年就那一天 也就那一天 硬要算你連假四天而已 才只能吃四分之一顆 分其次賞月 對啊 一年才一次而已 我想說營養師 營養師 自己真的會遵照這個嗎 就是營養師每次都講 這個不能吃多 這個不能吃 月餅只能吃四分之一 那他自己真的這樣吃嗎 太痛苦了吧 這樣 只是說說 這樣的人生也未免太痛苦了吧 這樣子講很多炸物也不舒服 對啊 然後說中秋節烤肉 熱量高 特別像吐司這種澱粉不能吃多 我知道啊 可是就偶爾吃啊 炭烤吐司真的好吃 欸 炭烤吐司 炭烤吐司 你朋友是營養師 他也是說說而已 喔抓到了 自己是營養師 告訴大家 這個不能吃這個不能吃 這樣對身體健康不好 就自己 自己狂吃 炸物 素食 真的吧 反正人生也沒多長不是嗎 以前的人 我說 以前的人是在那種 就是你知道更 更早的時期 更早時期的人 不是都是活很久的嗎 可以活到一千年的那種 所謂神話故事裡面的 那些 早期的人 他們都活很 很長 如果你人生那麼長的話 你人生那麼長的話 我覺得不管人生長或短都是要開心耶 因為反正你可以活到一千歲的話 那你每天吃垃圾食物 然後導致你活的短一點 可能變成剩八百年 也是夠久了耶 可是如果 以我們現代 對對對 蘇美文明前 他們都是活 有的兩三千 兩三千歲的 然後再想想 可是如果我們 以我們現代人 平均說明八十歲來講 跟以前比算是 算是短吧 八十年 可是那竟然是 只能活到八十歲的話 那 那還是要吃得開心啊 不然你這輩子可能 因為沒有吃炸物 你都 你都不知道那個炸物有多好吃 就是 很可惜耶 就跟有人 不敢吃榴槤 他就有人 不知道榴槤的好 當然怎麼講 榴槤這種東西 就是 就是喜歡的人喜歡 不喜歡的人 不喜歡 但人生那麼短 就是要多嘗試嘛 謝謝小翔的楓葉 你今天有丟垃圾喔 好乖 昨天丟的 我都躺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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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榴槤很好吃好不好 你們這些 沒有吃過 怎麼知道不好吃 為什麼古時候沒有吃 古時候 好大聲 古時候可能也有炸物吧 怎麼可能古時候沒有 應該也是有吧 只是我們不知道 古時候的人吃什麼 榴槤好貴 對啊 一小盒就幾百塊 古代油很貴 喔 真的喔 那如果在古代能吃一次炸物 那如果在古代能吃一次炸物 應該是 有錢人才吃得到 因為油很貴 油條就古代炸物 油條古代就有了嗎 不知道啊 講得好像 對啊講得好像我是古代人一樣 我怎麼知道古代吃什麼 可能要等我穿越一下 等我穿越一下 我先找一口井 我先找一口井 然後我跳下去 看可不可以穿越到古代 找犬夜叉 然後再告訴你們古代人吃啥 Mina是古怪的 好像 無可 無可反駁 鼠夜叉 好煩喔 為什麼 為什麼在Mina 在Mina的留言區也好 或是直播間也好 不管什麼都要 扯到鼠 結果犬夜叉也可以變鼠夜叉 然後我 我一般是生龍火虎 然後到Mina身上就生龍火鼠 就是 任何詞語都可以變成鼠 為什麼會這樣子 鼠來鼠去的 對啊 因為時光機不是更方便 可是 可是 從井穿越的感覺更酷一點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明明是Mina帶頭的 可是有時候有一些鼠的嫌疑 我自己都沒想到 然後你們 你們講了之後我就突然覺得 喔齁 不錯 有創意耶 鼠在這已經是個代名詞了 對啊 那沒辦法我就長得很像老鼠 謝謝奧口的巧克力 大家都很有梗 真的我覺得你們很棒耶 其實我有時候都會偷你們的梗 就有時候可能 可能想 IG發文 想不到文案的時候 可能就 先隨便打什麼東西 然後發文 然後發文之後 然後底下就 我就看底下有些很有梗的留言 然後我就會 我就會偷偷修改我的內文 就偷你們的梗 但我就覺得這種好東西 怎麼可以只有我看到 哆啦A夢不是我的親戚嗎 對啊我們就是那個 耳朵被咬掉的老鼠啊 不過我這裡有加裝 人工智慧耳朵 只是身為現代人類 才有的這個耳朵 建議多太夢也去裝一下 原來一直修改就是這樣 對啊我就 我就會 有時候看完留言 然後就會 想說改一下 然後後來就覺得 好像這樣改更好 然後就一直改 一直改 有時候可能只是改個hashtag 或是什麼 多太夢 多太夢是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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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腦袋是燒壞還是撞壞 可能是兩個加在一起 所以更嚴重了 右邊是撞壞的 左邊是燒壞的 真的 真的是耶 就是 我撞到頭的部分 就是偏右邊的後腦勺 然後因為撞到之後 結果我昨天 我昨天就是 開始有打疫苗的一些副作用 就是 頭痛跟發燒 然後我頭痛的時候 我是一直覺得 左邊這邊有 痛的感覺 但是我覺得就是 還可以忍受就對了 但是頭痛的感覺 就只有這半邊而已 所以我在想 是不是撞到的這邊 不知道耶 反正撞到這邊 就沒有頭痛 這邊 只有左半邊的頭 有痛的感覺 所以可能一邊是撞到 一邊燒壞了這樣 糟糕 我真的 變笨蛋了 偏頭痛 是嗎 其他 你們有打疫苗的人 頭痛也是偏頭痛嗎 只有一邊嗎 因為我在想 如果我那時候撞到的是這邊的話 會不會我頭痛就是另一邊啊 撞到本來就痛所以沒感覺 可是 欸 我不知道耶 整個頭都很痛 那搞不好真的是因為撞到所以沒感覺 撞到這邊沒有 沒有特別的感覺 就是撞到的那個痛 但這邊的頭痛是比較 就是 這邊是很明顯外傷撞到的痛 然後這邊是有種從裡面的痛 不知道怎麼講 疫苗覺得這邊痛過換疫苗 疫苗這麼聰明嗎 對反正 總之打疫苗的那些輔助人 我都有 我除了胃寒沒有之外 其他我都有 但我都還可以接受 而且為什麼我會在打疫苗前兩天跌倒 而且跌的那麼重啊 就是跌的重到我都不知道是 我都不知道是 跌倒的痛還是打疫苗的痛 胃寒是什麼 好像就是會一直 雖然發燒 但是會一直覺得很冷 好像很多人都會有這個副作用 不過我 我是沒有 我就只有發酵而已 心痛 打完疫苗心痛 最好是啦 打疫苗跟心痛有什麼關係 明明就是太久沒看Mina 會感覺肚子很餓嗎 不會 就是反而沒什麼食慾 是那個胃 你以為是哪個胃 你以為是這個胃嗎 胃寒 我覺得我的胃涼涼的 先阿法紅玫瑰 心每天都在痛 來Mina幫你做心肺腹輸素 喝薑茶 不過我是沒 冬天吧 冬天在喝薑茶 不然感覺夏天的話會有一點 太補了 謝謝畫影戰車 Kiss珠珠 好謝謝愛死了相守之心 是安妮嗎 安妮 餵涼涼涼是冰吃太多吧 我很久沒有吃冰了 不要吃太燥熱的東西 喔對啊 因為 因為我是 我沒有胃涵 我是發燒 發燒在吃 在喝什麼薑茶什麼 只會燒得更嚴重吧 雖然我現在是好了啦 我真的算是康復的很快耶 謝謝追蹤 以為Mina豬完會害羞一下 發燒之後 豬完都不害羞了 謝謝愛死的相守之心 我覺得我是 我應該是因為沒有 沒有胃涵 所以 胃涵的話感覺會很不舒服吧 因為一邊發燒 然後一邊又身體覺得冷 感覺就很痛苦 你們這邊椰子水變貴了 但是因為我的身體其實 我腸胃不太好 所以其實我也不能吃太涼的東西 會很容易拉肚子 所以我就 我只有買運動飲料 我沒有想要喝椰子水 因為我怕會太涼 疫苗認證的年輕人 我算是吧 就是副作用我都有 但是我都可以忍受 我是耐痛的 像小時候 我也很害怕去看牙醫 因為我就很怕牙醫 那個工具的成本 我光是聽到那個聲音 然後我就覺得 好可怕 我的牙齒 就心裡會很害怕 但是 長大之後 就是去洗牙或是什麼 小時候連洗牙都很害怕 因為很痛 對 可是 長大之後 就 就 覺得其實沒有那麼可怕 我就看著那些器具這樣在那邊 嚕來嚕去的 就覺得 其實沒有很恐怖 我覺得洗牙對 其實蠻舒服的 有一點痛 但是我覺得蠻舒服的 完蛋我是不是抖M 就是有一點痛 可是是舒服的 洗牙會有一點痛是很正常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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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牙本來就會有一點疼痛的 並不是說會痛就是牙齦有問題 我這蠻能忍痛的啊 我這蠻能忍痛的啊 不喜歡橡膠手套的味道 那你可以憋氣啊 我想一下 可是在弄牙齒的時候 好像也不能用嘴巴呼吸 那你還是 還是不要呼吸好了 直接 直接死亡 直接死亡 疫情也沒有去看過牙醫了 我也是耶 可是我最近 我最近這邊的智齒 我最近這邊的智齒有長出來了 我很想要去拔掉 因為我再不去拔可能就會更痛了 所以我其實 就 還是找時間拔掉吧 因為最近只是長出來 但有點害怕 因為你去看牙醫的話 就是你嘴巴要髒的 都那麼開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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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旁邊也有那麼多人也在弄 就其實蠻可怕的 柏林去的那一家 我之前拔支持 就是去柏林去的那一家 因為聽說 就是拔得很快 而且我那時候就是一次拔 上下兩顆 長痛不如短痛 好療癒喔 奶奶難得帶便當喔 謝謝喔 想要再遞 謝謝圓圓的愛死的招招 難怪奶奶今天那麼勤快的滷味 原來是要帶去爺爺家 然後就 爺爺這是我愛心的滷味 然後她就 天啊 也太嫌棄了吧 可以吃了這樣 你吸太多了 對不起我 我這個沒有什麼戀愛經驗的傢伙 我一天到晚在 在幻想奶奶跟爺爺之間的對話 現在哭美的帶你去瀏覽 自己加心 沒有搞不好真的是這樣啊 難得對爺爺這麼好 不是 奶奶一直都對爺爺很好 好不好 你亂看哪天奶奶突然對我很好 你們反而覺得 哇塞 天要下紅雨了嗎 奶奶每次跟我講話就是 都是 就那個樣子你們也知道的啊 然後跟爺爺講話 喂 爺爺 然後就是這樣子欸 真的 雙飆就雙飆啊 六月要下雪了嗎 可以偷聽 奶奶跟爺爺講電話 不是我都沒有想要偷聽欸 可是每次奶奶都開擴音 我都不想聽了 他就開擴音 我就必須聽到啊 就聽他們在那邊 肉麻來肉麻去 你很私利欸 偷聽還是怎麼樣 然後他們掛電話的時候就 奶奶晚安 爺爺晚安 然後 你很過分欸 那我留一點我的眼睛好嗎 每天都這樣欸 好啦很甜蜜 好愛秀喔 好啦不要叫我 不要叫我再演喔 我真的不行 沒有人叫你演啊 謝謝洛克的Kiss珠珠 謝謝圖師姐催催你喔 奶奶今天還夾雞翅給我吃 他只給我一口欸 欸我吃了一口之後 我問奶奶說 那這個我可以整個吃掉嗎 他說沒有 我只是要給你試吃一口而已 然後他就把另外的就夾走了 這樣有對我好嗎 他只給我吃一口 他有一鍋你 謝謝中央好笑寫的Kiss珠珠 你們也要珠珠了嗎 然後奶奶在跑 嘔吐姐妹 謝謝賺人的珠珠娘 好 不懷好意的模仿 哪有 我明週演得很好 謝小雨的Kiss珠 我是還原現場欸 互相吐 以後晚安你們也有啾啾嗎 那奶奶以後都要 我啾完他都要吐了 每次直播完 以後再 蛤大家晚安 嗯啊 然後後面就會有奶奶 是嗯 嘔吐聲 謝謝中央的Kiss珠珠 哎呦害羞啦 不錯嗎 不錯嗎 反正奶奶常常不在 那奶奶不在的時候 再給你們珠珠 好傷死到 奶奶現在在專心的挑選擇 乳味 沒有我擺盤好了 這份是爺爺 我看一下 這份爺爺 你不會吃 會吧 愛妻便當 沒有飯 全部都是乳味 乳味平盤 嗯 不錯欸 這邊底下全部都是雞翅 然後有一顆乳蛋 紅蘿蔔跟豆乾 而且你豆乾切這樣 你還把它排好 奶奶豆乾切完 還把它排成完整一塊的樣子 這就是愛妻便當 很好配飯 對阿我覺得 滷東西就是很好下飯 我們滷了一大鍋 我可以吃好幾天 人家小情侶當然要一起吃 對阿 謝謝KILLER的守護永恆的愛 我下次直播跟大家一起吃 下次直播 下次直播 禮拜一晚上7點 禮拜一晚上7點 我下次直播跟大家一起吃乳味 沒有新型小黃瓜 乳味一般會乳小黃瓜嗎 會阿 乳味太多了 真的喔 乳味沒吃過 我喜歡直接啃小黃瓜 或者是簡單的涼飯 乳的話感覺就 就沒有那個清爽的感覺 還是6月9日吧 MINA的6月9日會不會停太久了 都過一個禮拜了還在6月9日 禮拜一是13號 13號晚上7點 好吧我們來吃乳味 對 應該吧 應該我不會 我應該沒有吃那麼快 乳味一般都可以吃好幾天的 應該到禮拜一還有 應該到禮拜一還有 就是你可以 滷了再滷滷了再滷 舊的吃完了 然後再加新的料 你又可以再滷好幾次 又可以吃好久 而且滷東西本來就是 越滷越香嘛 越滷越香 越滷越香 反正又在亂嗆粉 反正對啊 滷東西就是這樣子 滷越多吃反而越好吃 你媽很香 我聞聞你 真香 老乳子 對 謝忠穎的告白氣球 怎麼突然悲澀這種 愛心 無限乳味 省錢啊 乳味而且只需要 只需要很便宜的材料 然後又很下飯 乳汁乳太久會致癌 那是乳多久啊 一般家庭的這種 一般家庭的這種 兩三次差不多了吧 沙威馬才是無限的 對啊到底為何沙威馬會無限啊 好神奇喔 乳半年也太久了吧 一般家裡的 乳三次差不多了吧 可是老乳汁是乳了幾十年耶 那我們這個乳包也才十塊錢 已經乳三次已經差不多了吧 有些乳肉飯裡面的乳汁是三四十年的 好厲害耶 我會心情的說 隨便 便利商店的乳蛋 你說茶葉蛋嗎 對啊 這是茶葉蛋吧 但我覺得便利商店的茶葉蛋已經 就是變成一個 就是台灣的招牌了 就是你一進便利商店 就可以聞到很重的茶葉蛋味道 就是啊這就是便利商店這樣子 不過疫情爆發以來就沒有 就沒有賣茶葉蛋了 好懷念茶葉蛋喔 茶葉蛋都沒洗 欸 茶葉蛋為什麼要洗 欸 茶葉蛋最近回來了嗎 欸 茶葉蛋最近回來了嗎 好懷念茶葉蛋喔 自己煮茶葉蛋 就很麻煩欸 就很麻煩 欸 茶葉蛋要乳蠻久的 直接拆開來就丟進去乳過 不過便利商店一般用的應該是洗玄蛋 洗玄蛋本來就不需要洗啊 便利商店為了講求方便 肯定都是用洗玄蛋 洗玄蛋可以直接丟進去乳骨 沒有出來 超商有18元一顆的聯名茶葉蛋 好貴 一顆帶18塊 吃不起 如果一顆18塊我就回家自己乳 還在等關東煮回來 感覺也蠻困難的 欸 最近疫情又變嚴重了 所以 大家要小心 洗玄蛋很容易破 欸 為什麼啊 洗過殼會變飽嗎 欸 十點半了 十點半了 差不多要關播了 來念一下今天的版 米血糕 會啊 只是因為 今天要買米血糕的時候 剛好沒有了 所以就沒有滷 反正這一鍋很大 之後可以再加 滷工藝本來就是要加什麼都可以 謝謝圓圓的愛神木木 今天要好快 欸 對啊 為什麼呢 大家也早點休息吧 但是買茶葉蛋的時候 我反而會喜歡挑殼有一點破掉的 因為會更入味 看每個人的喜好吧 有些人可能不喜歡口味那麼重的 就不會跳那種 有青蛙的聲音 有嗎 有啊 奶奶的Line 喔 奶奶的Line 對 山血真 這次的山血真 很可愛吧 很青春 是 運動風 切文的話我應該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再發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記得指定米奶喔 打球了 對 好啦 我來念今天的排行榜 今天第13名是 瑞龍 謝謝瑞龍 第12名是 圓圓的愛死 謝謝圓圓的愛死 第11名是 中和喵喵 謝謝中和喵喵 第10名是 酷美 謝謝酷美 第9名是 Akira 謝謝Akira 第8名是 謝謝土司吉 第7名是 小熊 謝謝小熊 第6名是 中瑩 謝謝中瑩 第5名是 第5名是 氣兒 謝謝氣兒 第4名是 孝賢 謝謝孝賢 第3名是 羅綠郎 謝謝羅綠郎 第2名是 Killer 謝謝Killer 第1名是 爸爸 謝謝爸爸 謝謝大家 收看今天的直播 然後 有打疫苗的人 就 好好休息 沒有打的人 加油 希望你們副作用也很快結束 我現在生融火鼠 禮拜一七點見囉 大家禮拜一見 拜拜 晚安 我已經完全生融火鼠了 晚安 小明晚安 好哥晚安 正人小雨小千晚安 阿騎兒小宴羽龍晚安 央公公屋老酒晚安 揚呼偶五義晚安 弓影中影晚安 晚安 禮拜一天 拜拜